在行政院会议的时候 通常去开会 不是大家应该坐下来 好好沟通协调 台湾到底哪些城市 需要中央这边来做协助 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 国家进步的力量 怎么会是 你就是用国家的机器 然后用你行政院长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来羞辱了高雄市长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你不过就是为了 借由你的手 打了韩国瑜市长以后 让大家觉得说 韩国瑜在高雄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这个是台湾人民要看到的吗 所以我发现 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 也就是说 大家真的看不下去了 可是我们现在这边要讲 就是说很多网路世代的 这些年轻朋友 可能针对这些讯息都不晓得 那为什么他们民进党 现在会剪很多的这些 剪接过的影片 在网路上四处散布呢 他的目的只是怎样 目的只是为了要帮蔡英文 在2020选举的时候 除掉了这个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敌人 其实国民党 不管说我们未来的初选 会推出谁 我现在还有接到 有民众跟我写信写什么呢 他说现在绿营跟柯文哲 好像是在借着郭董的手 要毁掉国民党跟韩国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严重 但是呢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担心 因为现在在国民党的 整个的初选的阶段当中 我们看不到的是一种 互相比较正面的 这样一个竞争的一个方式 看到的好像是有一点比较 不是只有酸而已 是有一点好像要毁灭掉对方 那当然韩国瑜市长完全都没有 没有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出手 他就是一个被动式挨打的方式 毕竟都是党内的同志 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说 国民党我们自己应该要看到说 中央也应该要看到说 如果放任现在这样的方式 继续下去的话 还有一个多元 这个多元当中 如果真的又再有一些 比较激进的一些言论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国民党现在的这样的支持者来讲 是非常非常伤的 只能是同志이션 对于国民党 我们下边 也应该会放到 就来